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阿渡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河北昌州 我们今天来这里是看一处亭硕大的西式国宝 它就是昌州铁狮子 在我们面前的这尊铁狮子 它是建于五代四国时期的后洲时期 虽然距今也是有一千多年历史 而且这尊铁狮子 它是目前我国体积最大 年代最久远的一尊铁狮子 这个昌州铁狮子它早已是闻名瞎尔 今天是有幸看到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它上面是有很多支架 是被保护了起来 这尊铁狮子它到底是为何而建 关于为什么建这一处铁狮子 也是流传下来很多版本 其中广为流传的是有三种 其一就为当时的后洲国君 才隆他北伐其旦 而建这尊铁狮子 还有一种说法 这尊铁狮子它为了是镇住水患 所以也叫镇海豪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尊铁狮子 它是因为在一座市前 而且看它整体的形式 上面是有莲花盆 而是深批杖泥 这杖泥就是房型毯子 据说它就是文殊葡萄的坐骑 青丝 这尊铁狮子它是通高5.4米 相传是有40吨重 所以是非常巨大 是当之无愧的狮子王 因为在它的顶部还有这个相簿 都是刻有狮子王三个字 而且据说在里面还刻有金刚精 这尊铁狮子它是相传40吨重 但是呢经过专家后来实际所测量 它是32吨 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大呢 因为在千百年来 就如我们目前所看到 这尊铁狮子 它是有很大的一个损伤 为什么会有如此损伤呢 它在进入晚清 在进入2017时期 它就开始变得多灾多难 在1803年呢 它被一场大风所吹到 以前是没有这些高台 它就是站在泥土里 在经过80年后 在光学年间 它又被重新扶了起来 但是呢 它已经是受了很多的损伤 在福西州呢 它的下额 还有它的腹部 还有它尾部 都有严重损害 但是呢还不致命 当时呢 在20世纪50年代 还没有建这些高台 这尊铁狮子 它就是站在泥土里 当时那个时间呢 是下了很大的雨 它的腹部 还有它腿部 都是被泡在水里 对它的损害呢 也是很严重 但是呢 是能站 还没有上这些支架 它还一直最大的创伤 就是在1956年 经过苏联增加 为了保护它 给它盖了一个亭子 这尊铁狮呢 它当时所在的位置呢 是地势比较低洼 像上面有这个亭子 密密研的把它折在里面 反而是里面的水汽 不能快速的撑发 形成了一个潮湿高温的 一个小气候 加剧了这尊铁狮子 它的腐蚀 在下面所刻画的 红砖 这里的位置就是V 铁狮子 它原来所占的位置 在后来呢 发现这个亭子 把这个亭子给拆掉了 然而这时候呢 这专家也是并未停手 它不是站的位置比较低吗 所以为了保护它 就这样一个高台 当时呢 没有四周这些高台 只有中间的高台 所以呢 位置是非常高 当时呢 为了将这尊铁狮子 放到两米的高台之上 所以是动用两部 30吨的起重机 将它给叼起来 这一叼 就加重它的损害 其中很多部位都进行损害 非常严重 所以呢 专家又为了保护它 在它四周 在它身体里面 是灌入了很多东西 没想到里面是家具膨胀 又使这个铁狮子 受到一次很大的伤害 就如我们目前现在所看到 这人铁狮呢 它是伤痕累累 你看前面 这铁狮它四个腿呢 全都是被脏裂了 全都是被脏得四分五裂 是被固定了起来 在经过这专家 所谓的一步步的维护之后 这尊铁狮子 终于是不堪重负 所以在后来 这专家为它加上这铁管 把它给支撑起来 这如我们目前所看到 它这个铁管 是支撑它的身体 还有下面铁环 都在固定它的大腿 后来呢 这专家 还在94年 往里面灌炉渣 石灰 沙子等一些混合材料 没有想到 这些材料一旦遇到雨水 它有加速膨胀 这个丝腿就是受到损害 我们在这个前脚 还是看到这个丝的脚趾 但是在后面 是已经看不到 我们很难想象 如果现在把这个支架给测开 我们不知道 这尊铁狮 它会变成什么样 每每看到这里呢 这些人非常痛心 一历千年不倒铁狮子 就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在经过二十世纪五年代 到2000年 这期间五十年间呢 这专家们呢 可能也是没有想到 他们如此精心的去保护 去维护 然而呢 在历史不成熟的条件之下 反而是加速了这铁狮子损坏的一个程度 这尊铁狮子呢 它在当时所采用的一个铸造方法呢 就为泥反铸造法 这是怎么铸造呢 就是先准备一个1比1的泥坯 也就是为这狮子的一个模具 在这个外形呢 再涂上泥块 然后呢 再把这个泥块 一块一块的给拿下来 把它晾干 晾干之后呢 再把这个泥块 用铁钉 钉入这个模具之上 但是呢 这个泥块 与这个狮子模具 这间有一定的缝隙 这呢 就是为这铁狮子的一个厚度 让它再浇上铁水 当这个滚烫的铁水 倒入泥坯之内 当它冷却之后 去掉泥坯 这呢 就是我们所呈现的一个铁狮子 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看到 它的铁狮子上 有这个一小块块的模板 在中文以前呢 是没有狮子的 在后来才传入我国 但是呢 经过很多的塑像 都是一对一对的 但是像这种铁狮子是一个 还是很少见 在下面呢 还有一个全国的五位宝碑 2000年之后呢 也是否定了很多 保护它的一个方案 最好的保护它的方法 就是不大动 所以呢 这尊铁狮子 现在在这里 是没有什么专家感动 现在站在这里 不再折腾 现在呢 对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归宿 然而为了保护它呢 也是新建了一个 比它还要大的一个铁狮子 就是现在昌州的一个 私城公园 它的现在一个位置呢 就是在现在 昌州市区 16公里之外的 昌州旧城之内 它的门票呢 是20元 那我们这个视频像这样 下地方见 谢谢